现在我预计iOS16.2将会在12月12日发布 网上已经有消息指 iOS16.2今天已经推出了Beta4 今天已经发布了iOS16.2的Beta4 12月1日 好似星期三向iPhone用户发布了 16.1.2之后 今天即是星期四 即是昨天向开发者发布了iOS16.2的Beta4 除了iOS16.2 Apple继续一直测试用WatchOS9.2 TVOS16.2 和MacOS Ventura13.1 而且还会有iPadOS16.2的Beta4 请继续阅读它有什么新功能 iOS16.2 7摄8新功能 iOS16.2和iPadOS16.2包含显著变化iPad、iPhone、Mac用户 现在可以使用Freeform协作 协作应用程序 即是一个Freeform新程式 它适用于运行ROS16.2或以上版本 Home用程式都有变化 Whether要用程序都要更新等 现在我们今天为止发现到的内容概要 就没其他了 最主要Beta4都是在一个ROS16.2的Beta123里面 收割少些东西 其实ROS16.2的Beta1 不是今时今日的事 已经 即是不是一个新东西 好了 第一个Beta在2月10月27号才发布了 Apple今天是Beta测试人员 即是10月27号发布了一个ROS16.2的第一个Beta 今天测试版是Apple向开发员提供的 正式呢 可能呢 即是那个Public Beta Apple你知道有分的 Developer Beta就是开发者测试版 Public Beta的就是公开测试版 公开测试版就10月28 如果这么说应该正常 就说啦 通常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说的 iOS16.2和iPadOS16.2会引入一个新的Freeform要用程式 可以用于来记笔记 素描 绘图 集资广议 创建程序版等 程序版 那些控制不了程序 例如程序日记 那些都有 多个日可以在同一个Freeform版上工作 更改 会实时同步给所有参与者 Freeform程序就是这样的 对于iPad来说 该根据StageManager多任务处理功能带了外部显示支持 可以同时多达8个程式 M1和M2iPad型号提供外部显示器支持 iOS和iPadOS16.2有一个新的Home要用程式架构 Apple新期可以带来更快更可靠的性能 尤其在拥有大量智能家居配件的家庭中 新架架架平台许是新版16.2β 会导致家庭耀用程序无法更新到 16.2 和MacOS13.1 一齐用的 这个本来不是太主要提案的 只是告诉你们 其实iOS16.2都最主要呢 是推出了一个新的Freeform耀用程序 在App Store都已经同时在十月尾上架了 你都可以上网查一下 Freeform 或 App Store 那你如果发现什么 App Store 没有的话 那你就应该找回 App Store 它供在手机里 这样的 Freeform 最重要现在都是提出这个东西 将推出 来临 12 月份 会推出这个 Freeform 程式 就会这样 可以画很多东西 像试艺堂那样 可以绘画 做粒粒粒粒的东西 也下面都指明需要 16.2 或以上 好了 各位就会下一步再详细讨论 16.2 真正的发布日期 我们都不知 Apple 想什么 始终我连这些估计数 都只会是一个估计值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估计就可能是这两天 可能会是 12 月 12 日 或者 12 月 14 日 最大机会就是这两天 我们都没有其他线索可以知道 Apple 怎么想的 应该是 Monday 或 Wednesday 即是 1 3 苹果通常习惯的习性 通常是星期一 星期三发布的 所以最大机会的就是 12 日 或 14 日 就是 12 日 星期一 14 日 星期三 就很少会其他可能性的了 那如果你有兴趣 现在真的想试一下 16.2 就可以安装最新的 Beta 4 版本 如果你要等安全点 稳定点的 就等到 12 月 12 日 或 12 月 14 日 如果 Apple 真是搞不定 可能在这两天 可能它就会选择推迟 12 月 19 日 或者可能在 21 日推出 或者如果真的搞不定的话 推迟了进度 那四个可能性都有 但应该就会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之前 都会推出到用户正式版的 16.2 那 12 日 14 日 19 日 21 日 12 日 41 日 14 日 14 日 13 日 19 日 21 日 好了 今天就讲了 16.2 的新程式 和一个正式版发行日期 什么时候 好了 下条表我们会讲到 16.3 日的资讯 就这样 拜拜